親愛的明看老師 老師以及各位親愛的同學 今天我的演講節目是 放下手機 很多人說 當生活變得忙碌 就不會有現在的時間 去思考其他人類的事情 不過 反過來看 為了忙碌的生活 這樣的生活 也過得沒什麼意義 隨著文明的進步 生活 也不再是長成工作 夜晚休息這般的生趣 過世各人的生命產物 也慢慢取代 甚至佔據了生活的大部分 手機和平板電腦 使用略語普及化 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別說是青少年 無法親切斷 手 靈的東西 就連為人父母者 小孩 對他也無法自拔 之後呢 全會距離社會一方 社會或認對一方的錯 畢竟 在研究一個大環境 大世界的行為下 能夠有效的提升 生活舒適與節奏的高端產品 是新時代必然的長度 變成產品 與網際網路的結合 人們大可逐步出貨 正能夠一手掌握各種交易 工作及輿論事務 體方便遇害之類 他 遞造了人們省下東到西跑的便利 而恰恰如此 人們到戶外轉動 與人交際 運動 卻已相對的減少了 記得有一次在外相互時 再專注著看到手機的螢幕 無暇理會周圍的景色 剛回過時候 還同一望 卻發現自己來到一條非常陌生的小鏡 這條小鏡其實沒什麼特別 兩旁重脈的樹木 只見枝壓間透著陽光 加上當時這隻藍天白雲 別有一番意境 可是另為著名 畢竟 這不是經常能見到的畫面 事後 回想起來 也覺得自己當時犯下了很嚴重的錯誤 畢竟 一邊走路 一邊滑手機 是非常危險的 慶幸 自己當時定了 焦雞腿 被盯上或採風 發生任何意外 否則 或不堪設想 正替當時如此不謹慎的自己 捏了阿倫汗 只是 若不曾放下手機 還是同僚呢 或許 就會以如此可遇不可承的景色錯誤 生活即是如此 沒有什麼美美的事 錯過了手機的畫面 卻得到了更加意想不到的風景